資訊系統資料代碼整理 那這場的話是會繼續就是 Wikidata貼的 不過就是 會比較偏QA的這一塊 然後就歡迎三道的分享 大家好 就這一場會講Wikidata跟那個 政府公開資料的整合的經驗 然後就是簡報的網址這樣子 好 3 2 1 就是其實去年我有就是有一個分享 是在講Wikidata的資料品質 然後那時候剛好社群有這個 一個需要就是做政府公開資料的整合 所以就是會進行一個 一個正式世界資料QA清理的整合的經驗分享 然後今天會講的內容就是 一開始會提到那個資料 然後社群的需求 接下來就是打算要動手做的時候 就遇到資料面的問題 然後接下來還是工人開發最後 完成一個網頁這樣子 這是就內政部有一個 連結界面護譯證資料代碼的內容 就是它會有那個 就是不同時間點的新增 或者是刪除的村裡的代碼資料 其實大概總共大概有7000多比左右 當然現在可能已經到8000左右 對 然後社群的需要就是 一開始它就是 我的理解是就是把那個政府的公開資料 跟那個Wikidata資料 做一個Left Join的一個資料的連結 然後它當然它中間就是會有一個 剛剛提到一個村裡代碼的變動跟新增 就是在Wikidata的條目上 它可能就是整病的時間沒有加上去 另外就是會有一些新產生的村裡代碼 然後在Wikidata上面有那筆條目 然後另外其實就是有關那個資料變動 最後就是OSN條目資料的整合 其實就是一種許願詞的概念 然後我是那個被許願的那個對象 好 然後就是相對應就是 有一些規劃的記憶面的功能 然後這邊我就先跳過 然後當然一開始我就以為就是 剛好就是比方說像以色的話 它工作表就有兩個工作表 然後你就做一個連在一起 就是一塊蛋糕可以解決的事情 然後可是就是我一出新手村 就馬上遇到大魔王 就是它其實就是我們政府公開資料 其實它會有很多的資料上的一個問題 像這邊有大列下 就是有檔案格式啊 文字檔案編碼 然後欄位的分格符號等等的一些問題 像一開始就是我就遇到 它村裡代碼的檔案格式 它其實是不一樣的 像現在它可能 大家都已經固定是用那個TST的存文字檔案 當然很早期的話它可能會有舊版的 Word 就是DOC的那個檔案格式 那有一度它是用DOCX就是比較 比較近代的Word檔案格式 然後我覺得處理的方式就是 就維持使用TST 這樣的話我在程式處理上是會比較方便 然後早期會有一些比較 DOC的檔案 但因為它檔案格式量比較少 所以用那個LibreOffice 就是也靠那個開放原始碼的 相當於就是開放原始碼版本的WordOffice這樣子 把它批次轉換成那個DOCX 然後DOCX的話 我就用一個Library 它可以把它轉成網頁 然後再取出裡面的存文字 然後第二個問題又來 就是當我變成是 通常都是TST檔案的時候 我就有遇到 有些是Big Five 有些是萬國馬 那Big Five其實是那個歷史的眼淚 就是早期台灣一批一廠商 就是在處理這個中文字跡 但它最大的問題就是會有一個缺字的問題 像比方說一個早期的政治人物游錫坤 他原來他就缺字 就缺了一個坤字 所以他可能就變成游錫方方圖 然後淘擠就變成淘擠擠這樣子 就是這樣的缺字問題 然後後來我們就透過萬國馬的方式去處理 然後所以 就是用程式去政策文字的編碼 然後最後再通通都轉成UTF8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就是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文字檔案它 狼位分隔符號不一樣 我們直接看後面一個例子 就是像 比較早期比方說091 就是民國91年的那個檔案的話 它是那個 前面數字是村里代碼 後面是那個中文名稱 它兩個是連在一起的 然後民國111年 就上面那個檔案 它是一個空白分開這樣子 所以其實它就是 可能那有些還是用逗號 所以它有逗號空白 或者是沒有任何的間隔符號 然後我就觀察一下資料 其實他們都共同規則就是 前面是數字 後面是中文 這樣的話我只要依照這套規則 我就可以不用管它到底 中間的分隔符號到底是什麼 這樣子 然後後來就觀察到一些 代碼的對照的規則 就是我們舉後面那個例子好了 這是縣市名稱的規則 就是比方說村里代碼 它總共有11碼 就是660004個0 然後10001 是季光里 它8碼前面就是 鄉鎮市區代碼 就可以是台中市中區 那如果說你把台中市中 就是前8碼 後三碼改成0 然後就變成台中市 就變成縣市代碼這樣子 但是另外一個就是 縣市代碼它其實是有 使用另外一套規則 就是跟我從 資料觀察出來的規則都不一樣 它可能是10019是台灣省台中市這樣 就是 就是你比較 進去看資料的規則之後 這樣的話你再處理資料 會比較容易一點 另外就是剛剛 剛剛我們不是有看到那個空白字緣嗎 就是 村里代碼跟那個村里名稱的 的間隔 它其實它的空白是 跟你想像的不一樣 有些是半型空白 有些是全型空白 就是有一個U3000的 然後所以簡單的直覺處理方式 就是通通取代為半型空白 然後再做後續的資料處理 然後當然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識別碼資料的問題 像剛剛Alan就提到那個 識別碼重要碼 但是在政府公開資料的識別碼 就是有遇到這樣的問題 就是比方說 我在那個 因為它會有一個新增的處理代碼 但是它並不存在於總表這樣子 所以它 你就想像是 我本來以為 就是有一份總表 是全部的村里代碼都有 但是並不是 並不是我所以為的那種狀況這樣子 另外 有一次遇到是那個村里的名稱 代碼跟村里的名稱是不一致的 這樣後我就還要去做一個QA的 然後找到正確的村里的名稱 所以就是 比方說我本來以為 這個識別碼是 是左邊這張圖這樣 那當然實際 真實的識別碼 就是你可能會不小心踩到地雷這樣 就是它並不是真的 唯一且獨特的一個資料屬性 那接下來就是會有遇到 一體字跟豆腐字 就是公開資料裡面的 比方說這個好像十里里吧 那它就顯示不出來這樣子 所以其實這就還蠻麻煩的 就是因為原子資料它已經都輔製了 你就怎麼樣都就不回來 所以就變成要再去找別的資料去做修正 然後最後就是有遇到資料更新頻率不固定 像我們在網頁這個網頁解脫上可以看到 有些比較快就是隔一個月嘛 那更長可能數年才更新一次這樣 所以就是我處理的方式就是派一隻機器人 就是我不管它到底哪時候要更新 我就是半天跑一次 所以它就是半天去抓像那個政府的網頁 然後也同時間也去抓Wikidata的資料這樣子 然後這次我們就開始進行功能開發 一開始先前就是在處理資料問題嘛 接下來就做網頁爬取 就是做不同資料的來源的整合 就是剛剛有提到就是一個是內政部的資料 然後另外一個Wikidata資料整合 然後還有OSN的資料這樣 然後一開始我做的方式是這樣 就是因為我現在手邊就有一批村裡代碼 跟鄉政名稱的清單嘛 就用鄉政名稱當過關鍵字 然後再去做Wikidata的查詢 但是就是Wikidata的結果它可能只有一批 那我就推測它是對的 但是有可能是有多別的狀況 就是相同的理的名稱 但是它可能出現在不同的縣市 這樣的話我就沒辦法直接做確認 我就變成還要多一個環節 是要做人工的確認這樣子 然後搜尋測試上就是可能有台 有大寫台 然後是加區家裡 然後你還有另外一種就是 很模糊或者是精準的搜尋 然後以這個例子來講 康寧裡 所以它可能是有個檢寫台 再加區家裡 然後再加個刷影號做精準搜尋 然後另外一個台就變成是一個大寫台 然後接下來可能是就單純康寧裡 就第五個這樣子 但是這個方案就是 解決方案會很深心的問題 比方說我現在手邊有7000筆的春尼碼 然後可是它會逐漸增加 現在已經到8000了 然後你再乘以五種 那個關鍵字搜尋策略組合 這樣的話你一次要查詢3.5萬次這樣 最後很顯然就是 這個方案不是很好這樣子 所以後來就是跟那個Dennis討論 就是其實就變成 以那個Wikidata資料為主 就是我們單純就標示 沒有WikidataID的春尼代碼 然後我只要 就是去查詢Wikidata有個API Service 我這樣只要查一次就可以了 對 就從原本的3.5萬次到變成一次這樣子 然後這是那個Wikidata的語法這樣 就是我單純就查詢在中華民國裡面 有那個春尼代碼屬性的 然後這後來我們就做一個網頁成果這樣 就是 主要是讓人很快的找到就是 在村裡 就政府公開資料的清單裡面 還沒有WikidataID的村裡資料 然後第二個就是 因為剛剛提到有一個 2018年台灣有很大的變動 所以我就做一個 一個月份的可以收聽這樣子 然後另外就是比方說那個 我這邊上面有一個危機數據標籤 就是也是在確認 就是當 春尼代碼跟那個Wikidata資料 雖然是透過程式把它整在一起 但是還是把Wikidata的一些 就是描述的欄位給撈出來 再比較方便做個確認 然後另外就是可以搜尋欄位子 對 所以是真實世界資料就是簡單 就是 其實我們原本以為就是兩批資料 那你就很快 很方便就連在一起就解決 但事實上就是你在連資 之前會需要剛剛很多的 步驟的資料前的處理 然後後續就像剛剛 剛剛前一位講者有提到就是 因為像地名它本身會有一個 嚴格改變的過程 像這邊有一個新聞就是那個 關廟藍雄女改回就地名歸洞 就是其實它就變成 在Wikidata上可能會有多筆的ID的問題 那到最後到底要採取哪個ID來做對應 當然目前就是比較尖巧 因為你那個最終的ID的確認是 是志工們去做確認 我就沒有去處理這件事情 那當然就是 怎麼樣從這批公開資料去找出 像這種村裡變動的問題 讓志工們可以很快的去做 進去做修改這樣子 對 然後就是相關的連結 就簡報連結 然後網站 然後另外程式碼 結果後來我用NIT的license釋出這樣子 好 謝謝大家 好 謝謝翻頭的分享 不知道有沒有什麼問題 就關於清資料或者是 比對資料的一些甘苦談 還想要再繼續深入再了解 或是對於那些相關工具的應用 因為村裡我印象中它是常常會變動 可能每月都有變動 那我是想問說 它後面政府的作業程序是怎麼樣 是地方政府它自己有人在做統計 在上報到中央嗎 還是說有什麼其他的做法 這邊我就不清楚 對 來 回來好了 那村裡的整併是地方自製的項目 所以會是各鄉鎮區 市區 然後縣市政府去處理 然後內政部這邊對應的主管單位是護鎮 護鎮司 那他們的作用是收到公文 然後在資訊系統去建黨 所以我們在那個 剛剛Planto講到那個護鎮司的展 它就是會收集最終的那個結果 然後去更新資訊系統 就會進行就是在系統上 進行村裡的刪除或新增 或是就這兩種動作 就我們這樣長期碰村裡也是這種狀況 我不知道還有沒有什麼問題了 那我這邊問一個問題好了 就是有一些資料是存在就是非 在資訊系統還沒建之前就已經變動了 比方說台北市那個文山區 從吉美木柵合併變成文山區 然後其實那些 那時候台北市也有進行村裡的整併 但這個沒有在資訊系統 因為那時候資訊系統還沒有建起來 那不知道這種情況之下怎麼去處理的 其實因為就是以那個資訊系統來講的話 像就兩種做法嘛 一種就是自動化 另外一種就是人工嘛 如果說沒有那個現場資料可以做整併的話 那就變得很辛苦 就是你要人工建黨方式去手動建立這些關聯這樣 那大家有問題嗎 那我們下一場是 11點半